金城第一采拔 秦家秦老夫人因病不治 与公立 2024年一月 老夫与世成辞 享年86年 秦家秦人家 秦莫坚 全面接受 全面接受 全面 其公年已婚 公立 秦水民旗 老太婆终于死 再没人能阻止 我和光年在一起 秦莫坚 我看不懂 不懂 在这里 牵上你的名字 嗯 还记得吗 叫你 记得 我叫秦宁 霍言 我牵好了 秦昌 秦昌 专门你的实相子 准备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保姆 医生 护士 月桑 都进出酒店了 随时带你 说爸爸 还有一个月就要出生了 你真的要送走了 我会把他和孩子 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 这种大药奶奶 记得 大师 我孙子 车祸不迷都三个月了 医生 就会说让我等着 你说 这冲洗 能让他早点醒过来吗 听到掐指算来 你捡到的这姑娘 虽面相嘲弄 心智不全 却服务员身后 正是与秦三叶冲洗 最佳人群 您不妨一事 王妍 这事儿奶奶就做主了 为你定下这门亲事 来 这大师啊 说得果然没错 这丫头啊福大 师特冲洗 你们的意识啊 刚就醒了 结果你就醒过来了 以后啊 要好好地疼人家 要不然啊 奶奶可不饶你 王妍 我们要去哪了 好 你不是想要看雪吗 嗯 我叫人带你去香山卫尖酒店 那儿很棒啊 你一定看雪 一边跟我去 嗯 那 帮你一拼吧 等我忙完了继续找你 要在我哥哥都忙 嗯 你看看了的那些 那都很别看见 好太太先是 后来那位就不要你了 美点 以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的事 才不会 旺言说过 过了 demost 你只是秦家捡来冲洗的傻子 怎么配得上高贵的望远哥哥 玷污望远哥哥血统的孩子 你才也生下来 过了今天 叔叔就在里面这个傻子 叔叔 我们还有多久到啊 我好运 到开门你就会 沈小姐生日快乐 祝沈小姐年年十八岁 你给我喝了什么 姐姐 你不舒服 我扶你快放 我扶你快 沈音音 这个毒药能让你样貌大便 即使你死了 沈家的人马也不会忍住 而我将会是未来沈家的家族 你给我喝了什么 沈家的人马也不会忍住 天上你的名字 你只是秦家捡来冲洗的傻子 我小姐来了 我是月轩豪迈沈家的大小姐 我是沈丽音 三年前被人下毒 焦性没死 只说我如实意了 秋月 难得是个危害 你出现纪律 偏离我也就算 你撑我坏的事 请我赶出家 秋月 你好恨的心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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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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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女儿 我是爸 你醒醒啊 我是爸爸 走走走 咱们去医院 老爷 孩子已经死了 丫头 这三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突然有了孩子 不信 我们得去医院 孩子没了放这儿吧 不是妈妈狠心 我 你不想让人伤心 走 去医院 走 望远 孩子没有呼吸了 夫人和丁维少爷也不见了 你不想让人亲自送他去小山酒店吗 为什么都会一个人住吗 都是手下的租 你怎么吃饭啊 分辨京城绝地三十 赢了他 孩子给我走过来 小姐 董少爷知道你要可以提供这人少爷进行 终于要请变成酒吧 怎么会变成酒吧 知道了 哎 关你了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恭喜医少啊 要娶沈大小姐为妻了 恭喜少爷 你可真有破例了 听说当初沈大小姐事工三年 被接回来后 身边就有个生不不祥的儿子 闹得越成人尽皆知 脸不丢尽了 哎 要不怎么说咱们秦少牛呢 这样的女人啊 咱们秦少不仅不结婚 还非要娶回家吗 哎 我一约呢 是两家人 哎 我虽说要娶谁 但我绝对不会 我在外面没见过 哪个不比他更得近啊 是 他哪里 我们都填脏 哎 我吃 哎 要我说当时这个沈大小姐失踪的时候 他就算保住性命 也保不住情嘴 不过是沈大小姐嘴也硬 死活不说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的 我看他压根就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 把把枪被好几个男的给 来来来 这样吧 等到时候 我把沈大小姐去大小姐送给女孩 好不好 哎 嘿嘿嘿 好 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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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的 小鼻 我干 这 这不是请你家太子爷吗 他怎么能够吵 太子爷 你打我干嘛呀 他说我拉比欢话 骗错 你哪个不过是他 你平时三个一颗 我为什么 怎么行是吧 他爷 你别打了 别打了 你谁要 关开 你老子 这个男人和我讲他好像 难道 不对不对 妈咪说话 我爹与这骨灰都被他演了 好 吴老师都不知道被演到哪去了 你别打了 我才罚你瞧二十点心惊了 这个大魔王到底是谁 上来就罚我超级 真变态 不要不要 哎 三叔 三叔救我 太子爷 你真吓死手 谁让你能说话的 这是在聊谁家大小姐 你激动干嘛 放开我 放不下去 你跟谁 你马上叫救我 你吃个吃个吃的 放开我 放不下去 吃个吃的 沈云行 有人改的自己偷跑出来 改的自己 看有什么收拾 贤鬼 说这么光鲜 家里应该很有钱吧 把你们钱来花花啊 我身上没带钱 要不你把我绑架了 那就换现我爹地要钱 可是你身上了好车 我会不能休息了 怎么办 还要叫你棒出来 叫你妈一个人出来送钱 我没有妈咪 小子 站着妈咪送你 小心鞋子拿去 这里就是你 你干嘛我 我 啊 他妈咋 他妈咋 你咋弄小子 还敢自己碰好碰了 你 我明明要去摸摸鸭 他家姐姐把我拿出手掌子了 回来 我把这个又没用铺的大姐姐搬了耶 很遗憾 回去再给你 天天姐姐要带我回家 我不是她儿子 不要给她说清楚了 你外公想跟你说两句 الله 我都怪酸酸 没受伤吧 哩 你说开眼眼睛的孩子 够跟着脑柔的有多号 怎么她们一个哥 她们 й发现自己叹 ded错了 我 我没事 那个秦子轩 走得过不过瘾 秦子轩 我得because 下次你想 window誰啊 就告诉外公 我叫人把他捧起来 让你走个狗 爸 你别教化我儿子 还有啊 你最好给我解释解释 我们跟秦家的联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你给我找个上本女婿 算了 为什么非得是秦家呀 还是秦子萱那个不学乎书的废物 这事不行啊 我不同意 我要退官 这个呀 这个 这个信号 怎么这么差呀 爸 这颗色怎么那么白了 我 肯定是良重了 等一下妈咪去给你熬碗姜汤 你呢洗个澡就赶你睡觉啊 那小姐 秦子萱目前在第号酒店1304号房 您确定要过来退婚 我马上过去 秦子萱 等一下你前去睡觉 妈咪呢要去收拾坏人了 妈咪知道了 小少爷 喝药吧 我没病 我不要喝药 小九州 你去拼命闹了 好好喝药 病才会好 小九州 哎呀 小九州 你怎么把药给弄撒了 这可是忘记了新疼铁 小小一碗 可是忘记 再好一碗 需要用到药品了 小九州 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你冻死了 是忘年不死心 我全身轻则女 抱在心口一天一夜 你才有了心跳 你每天喝的这些药 都是忘年的心脱血 还要扶荷蝎子 加热 才能做成药业 那些事实在用自己的命 为你续命啊 可是忘年 之前大夫交代过 和蝎子 一天只能扶荣一颗 您现在扶荣了两颗 有些话 我知道我不该说 可是夫人已经不在了 您就算再愧疚 再难受 您也不能不顾自己啊 不惹少爷 还需要您照顾 够了 生不见 死不见识 他怎么就不在了 他是谁 怎么你自己儿子都不认错 回去子萱的房间待一会儿 好 我不是故意的 挖了一会儿 回房间朝二十遍心静 不行 又是比我合影 又是罚我超级 这个弹幕 我变得会有弹幕我 我得赶紧跑 应该就是这儿 秦子萱 怂包 铁躲在这儿 我找到 小小子 别动 怎么会是秦桧萱 难道他认出我来了 放开我 转过去 看着你这张脸 我们修处 好好好 你别说话 说话就快正好 就记得了 和你一整集 那有不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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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人脸上也没霸 咱们可不是小伤子 我真是疯了 王爷 这是你让我去买的女士衣物 还有紧急病药 我还在招呼 还有紧急电话跟你说的很像 仔细的电话 可以帮你一样去吧 卡六三十万 不够 你帮我做什么 你不就是秦子轩叫来的外围吗 希望你 你果然没有认出我 这位先生 你搞错自己身份了 我可不是上门服务的外围 我是来找妙子 没什么 虽然你脾线不错 但是外情中根 只能跟你差别 对 本来啊 来算给你们赶 但是你进出太差了 又不够卖力 现在啊 只能剪成一半了 放一杯 我这就会让你们看 尽管 就要你 我这就会让你 我这就会让你 这么想要 没得不错 还有一些 我呀 我还有不想要 我应该在你的 我 小少爷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二十份超好的经文 就在您书桌边左边的抽屉里 那么刚回来就被爹地烦了 难道他知道我偷跑出去了 不过还好心中有准备 谢谢齐叔叔 小少爷别太感动了 快点就休息吧 这是谁画的 齐子轩去哪了 子兴少爷出去喝酒了 他说那样还要心情出去 子兴少爷说自己脑袋受伤了 影响颜值 不适合跟水家千金见面 水家千金 见面 是的 刚才九天前来说 沈家大小姐拿着子兴少爷的房卡 上来找她 男的房财的女人 需要和亲子兴联姻的沈家大小姐 小少爷 你什么时候跑出去的 我妈咪呢 他小姐还没有回来呢 他要从那里 我把手机藏起来了 他要过后 在不到 他要过去 不 不了 不 都很월 还Who 在 祖宗啊,你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冻死了,时光也不死心,把全身亲子的你抱在心口一天一夜,你才有了心跳 妈咪,你以前跟我说过,我爹地早就死了,骨灰也被你拧了,这是真的吗? 今天说是我老子的那个男人和我种的也太像了吧 对啊,你爹地的骨灰啊,是把人亲手扬的 妈咪,不是说人死后会转世吗? 我爹地死了那么多年,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转世成另外一个人? 汤仔啊,有件事,妈咪其实一直喵病地说 你爹地啊,他转世,成了咱家后院那条傻里傻气的大黄狗 回房间朝二十片洗净 男是后院的阿花可爱,让他当我爹地比较好 行了,回睡吧,你今天状态不好,回睡 义涵和秦王妍长得太像了,一定不能让他来见我 五年前秦王妍,为了夏晚清把我赶出家了 发生车祸,只保住了宰宰 如果他知道宰宰是他儿子,为了夏晚清 说不定会再对我们母子下狠熟 已经几点二十了,我说现在越来越回去了 小少爷从小做戏就是规律的 应该是昨晚朝经累着,我这就去看看 好难受,救救我 宰宰,不好了,小帅的寒症又发作了 怎么办,小帅的寒症已经三年没有发作了 宰宰,昨天面积玻璃不用了两根火仙子,再用下去,你的血管会爆掉的 小伯仁就 talking about him 作业,你要是除了 affecting小少爷怎么办 boarding for him 宰宰宰的演脑会有两个月 对了,宰宰宰说过 沈家在泉沐山温泉,可以环节小少爷的病情 小人, alto潜不晒 好 波荣 爹爹不会让你有事的 王爷 田木山是沈家的私人财产 田木山的温泉水 是沈家用来生产药品的 只有沈家人 才有资格使用温泉 我推动骑身两家联衣 就是为了能够使用 田木山的温泉水 给波荣治病 没想到婚姻还没有停下来 波荣就先发病了 多喝水 开好多花花 吃了花花望远的病就好 哎 压到我的花了 雪莲花不常见 奶奶也是因为我当年初遇 才移植了雪莲花方面如药 这里怎么会有 大爷大学院 不好了 秦三爷他带着硬闯山庄 打伤了不少保镖 秦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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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沈家跟秦家还没理由呢 他就跑到我这儿来做一做活 杰杰 你好好吃饭啊 妈咪要出去看 妈咪 你要出去打玩声吗 妈咪啊 要去杨花人的骨灰 让他不能再转世为人呢 走 去灭了他 妈咪好帅 我等你哦 杨骨灰 这么好玩的事 我一定要偷偷去看 虽然我女人真是沈家大小姐 但是她怎么会种小傻子最喜欢的雪莲花 秦三爷 秦三爷 你是土匪吗 擅闯他人地盘 打伤我的宝庄 他踩坏了我的花 你还叫他呢 沈小姐我无意冒犯 但事实有底细 我继续你听了山庄的文权 治了我儿子的寒症 你儿子 你 叫我儿子了 这应该 就是他和夏允卿的孩子吧 我儿子的事情不可奉告 沈小姐 开个叫 多少钱 你可让我问你的温泉 是要忘记 你 妈咪我来帮你 要换人的狐狐 你 妈咪我来帮你 要换人的狐狐 我儿子的狐狐 你 带小少爷下去 小少爷 走了 小少爷 他和夏允卿的孩子 他竟然这么难乱 抱着我方式 我的姐姐 却不知道爹地是谁 Gulf熙海 从此已高远过的 热故 为此一挤起 也没办法脱压吧 天文山庄温泉的使用费 还有保证的医药费 沈小姐进来看家 算了 今儿还在治病 至于条件 我们换个地方去 王爷 我会照顾好小杀人 行 竟然这么紧张 像我今儿的孩子 干什么呢 还不走 七万年 一夜风流二 血流回味道就算了 现在连辈子都觉得像小杀子 你是不是疯了 秦三爷 天木山的温泉 先来着我沈家你 今天呢 我就先不给你激情 还麻烦你尽快收拾东西 离开这 沈小姐 子萱过的时间 就会入职沈家 我们也算沈小姐的家人 您就快让我接下来 让我儿子先看病 原来秦三爷 让秦子萱入赘 就是这一种 他的眼睛 好像小傻子 没想到经过 昨天晚上的事情 杰三爷居然还能让 秦子萱跟我结婚 秦王爷 你的良心 是被狗吃了你 沈小姐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去你 秦三爷 你快别自作勇气 像你技术这么差劲的男人 没有资格进入沈家大吗 你放心 我是黄勋的 秦家家属 也不可能入坠 我不想跟你们秦家任何一个人 所以还麻烦秦三爷 带着秦子萱 尽快过来 沈小姐 我的儿子真的需要 跪山庄的山泉的指定 投向你随便看 我偷偷办 我从越城找公主 我沈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所以无论秦三爷 你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会把人全借给你 沈小姐 我刚才 看到你儿子 你想干什么 如果我的儿子都就这样 有个三长两短短 是小姐电了一下 你能承受的秦情家的包裹 对 对 对 秦三爷 你该不会是想用我儿子 来威胁我吧 秦老爷 五年前奶奶刚走 你为了夏严青 拼我离婚把我赶出家门 让我在冰天雪地里 独自生产 如今为了你们的孩子 用紫色来威胁我 我这人 良心本来的被给我吃了 我儿子要有什么事的话 我一定让你沈家烧下 一个都不答应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就给秦三爷开一个 能让你儿子 在我身中孝孝孝见 我照顾了你三年 你把我当保姆养户来喝去 那我就让你也尝尝被奴役的滋味 睡觉就清楚了 秦三爷啊 我这身边啊 倒是缺一个 能上低肉地的全能保姆 你怎么让我情报里面 给你等保姆 你放心 只剩让你卖艺 又不是让你卖身 秦三爷怎么一副 我要把你吃干明镜的话 好 成交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要和你一发三张 说 希望沈小姐 彻底忘掉昨天晚上的事情 并且以后 不要对我有任何越界的想法 秦三爷 我看你是想多了吧 就你这副 中看不重要的花架子 不会有哪个女人队友 那既然如此 我也有额外的条件 说 第一 进了这天木山山庄 除了肢体杰出 你要无条件复杂 第二 取消审情两家零 第三 你只是我的保姆养 麻烦你 用而醉 可以 我答应了 还有件事 什么呀 雪莲花国内并不常见 天木山山庄 为什么会有 我沈家财雄世大 想撞什么花就撞什么 管得着 给你五分钟 赶紧收拾一下 去工作 不然我去工作 你不怕我下毒毒死你 这可是我的地盘 秦三爷可以下毒试试 看看你到底 能不能走得出来什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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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 我惹不怕啊 快快在这有病 王爷真是厉害 那么难才能沈大小姐 都被您搞定了 唉 出包在哪 王爷 我这就去准备午餐 不用了 回去陪沈大小姐做饭 没想到啊 这赤纱商场 时时不断游春水的青森 千万何不做饭 什么废话 这就是你准备舒坏的态度 再要下次 赶紧带着你儿子滚出身中 对 听说起来谁要接 你打算家里带多久啊 开春后 我就带孩子回经厂 开春后 再带四个女孩 把这份盒弄清了 你什么意思啊 那凡是混纪过商场 我们都知道 你吃的香烟 可是个脑筋巨滑 吃不出骨头的大天生 我这不是他们温柔的 你不喜欢吃虾吗 我这不是他们温柔的 你不喜欢吃虾吗 我这习惯了吧 我这习惯了吧 最好生长的酒 我这习惯了 你不喜欢吃虾 我这习惯了 你不喜欢吃虾 爸 这两家林医还没太土 秦三爷就是待人硬闯山庄 还打伤保镖 秦家把秦子勋送来入赘 这增加的可是他们在月城 胡作非的资本 对 秦三爷这事做得过分了 音音 你把他们轰走了吗 我跟秦三爷签了一份 河滨共处的协议 音音好厉害 你居然搞定了秦三爷 爸爸爱你 你是爸爸的骄傲 行了 我先挂了 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其他的实际上吩咐 我就先下去 秦三爷知道你用闯山庄 怕得罪沈家 主动去表中心 你一会儿跟我一起回主宅一趟 主动取消婚姻 把人带走 秦三爷 你的位置在那儿 你们沈家的司机 跟我们秦三爷长得好像啊 秦三爷这位精神霸主 怎么可能做我们沈家的司机 没看到外面在下里 跟我打扫 你没看到那里探索 你不会是走让我抱你下来的 秦三爷 男女受受不侵 你作为我的保交型司机 你不能总想着 跟你的主子有知情接触 有吗 我先走一步 半岛 没有 我没问题 我先走一步 也好 我先回你 不说 你自己会 自己会 你再回面 这个 就是 你去 我 我 你去 我 吧 你去 快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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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跟爺爺說話呢 爺爺 都是我不好 我是怕茵茵姐她不肯原諒我 茵茵 一家人怎麼能夠記仇呢 再說了 安然被你獨居國外五年了 沈家斷了她的一切經濟來人 她這受的塵埃也夠好 如今你小沈身子骨不好 今兒我做主啊 她回來了就讓她留在月城了 沈依依這個毒藥能讓你樣貌大變 即使你死了 沈家的人也不會忍住 而我 將會是未來沈家的家屬 沈安然 你回來了又怎樣 不要覺得一切的事可以一筆功效 爺爺 沈安然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怎麼都不知道 應該不會是可以滿住的 你回來了啊 請見少爺也在這兒 你們見見 閨女趕緊坐著 別老是站著 你就是沈大小姐啊 三叔 你怎麼來了 音音姐 你怎麼會和秦三爺一席過來啊 我想他們應該是剛好碰到了 對吧 那正好 我以茶代酒 祝音音姐和姊姓少爺喜劫連禮 這段時間呢 爺爺和大伯為了兩家聯姻 可是操作了心 哎呀 我覺得什麼忙都沒幫上 誰說你幫上 這不親家樹長人都在這兒嗎 你隨意跳一個架不就行 哎 不不不不不 沈大小姐 我聽我爸說 你能解除災難非 所以我特地過來 表達我想不睡的決心啊 我要娶的只有你 什麼時候你的溫室可以自己做主啊 三叔 你不能不和拆橋啊 當初不是你讓我爸跟我說 入水沈家對我有好運嗎 你們秦家為了我沈家的溫泉 還真是失二費工心 什麼啊小姐 這主題都是三叔想的 跟我沒關係啊 真的嗎 我是秦家家主 辦不上有這麼嚇撒爛的手段 今天事情啊 是子炫暴手 我給大家陪有故事 嘿 秦家主不必距離 咱們馬上就是一家人了嘛 秦男爺 你先是帶人擅闖我的身裝 秦子萱呢 又大鬧我沈家 這就是你們秦家的家教嗎 那沈小姐想怎樣 打 打到公園休息為止 來人 我把秦子萱托你 打到我滿意為止 爺爺 你眼裡還有沒有爺爺啊 爸 你今天怎麼了 這胳膊肘 怎麼往外軌 哎 三叔 救救我吧 三叔 哎 兒子跟兒子 全是不夠 爺爺姐姐 聽說秦家爺 坐在咱們天生身中 沈家的規矩 你忘了 怎麼樣 小龍家規壓我 全子病重 我跟沈小姐 已經達成了協議 讓全子用天幕山溫泉 調養病情 還請不要責罵沈小姐 師父救我 沈憶醫回來了 她要對我改定殺絕 哎 然然的 藥怪只能怪你自己 學意不驚 也有斬草除根 這一次師父 如果能助我渡過難關 等我既然沈家家主 不願獻出一萬家 讓你被師父 最近有位精神大佬 被盜套樂場 據說這位大佬 喪氣由此 不過 你能搭上他的話 你就能掌握 絕對的控制權 再也不用看 那個神音的臉色 難道其末年 就是師父說的精神大佬 在天幕山溫泉 療養不是皮膚病 就是寒症 不知三爺艾子 得的是人種病症 寒症 我是從中醫大師馮景天 如果三爺信得過我 我可以為艾子看診 得了個神案人 你當初過了治病 差點沒幫我讀死 你現在在這兒添亂 別把整個時間打造去 茵茵姐姐 你怎麼能這樣說我呀 上次那個事 它真的是一個誤會 再說了 我留學五年 早就已經拿到了 醫學碩士的學位 我才不會 你說什麼 我說你是死綠柴 以秦家的才是權利 想要什麼樣的好醫生找到 就憑你了 不行 文景天教授 已經給艾斯看過了 來田木山溫泉和解冰症 正是他的體 既然連師父都沒有辦法 小少爺真的是太可憐了 我七萬元的兒子 從來不需要別人這種人下的東西 我 這個女人不會是在勾引我嗎 秦三爺 你是不是 還有什麼事 還有事 答案你的事情我沒忘 不過我有個條件 五年前 國一聖手陳白書 曾來沈家看病 如果能找到他為艾斯看病的話 秦妄言 你出了飯啊 好你個秦妄言 想拿退婚的事 比我交出陳白書的行蹤 不愧是黑心大精神 三爺 陳白書就是浪有虛名 連我師父都沒有辦法 他怎麼會 秦妄言 光顏哥哥 朱茵茵姐好兇啊 這位小姐 我跟你不守 請不要用這樣的稱呼對我 還有 你跟沈大小姐之間的事情 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著 秦三爺 我想你也是道聽不說 我們沈家跟這個陳先生啊 沒有任何關係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訴你 如果有陳白書的下落 還請盡快聯繫我 爺爺 爸 那我也先走了 咋在這家走一會 女兒 我來的 把我那小孫子帶過來 晚上我們一塊吃的 算了吧 嚇死吧 秦妄言 你說話不算話啊你 你為什麼不解除兩家婚約 你剛才沒聽明白嗎 拿陳白書的線索給我換 絕不能讓秦妄言知道 當年陳白書說給我解讀 不然 他就該知道 我就是小傻子了 我不知道誰是陳白書的 很好 我那個不成器的侄子呀 十分喜歡吃小姐 我就祝你們兩個 早日結成情結婚 好啊 你要是這樣 我馬上就給秦子萱打電話 我說 我們倆啊 上過床 咱就只上了牆 好 還有小婚 秦妄言 沈小姐 我提醒你去 當年陳白書自己破了 陳中堂不移毫門全貴的規矩 入了整家看病 知道這件事情的人 誤手 到底 你說我要去找沈老爺子或者沈阿然 並且告訴他們我可以答應他們的任何要求 他們會不會告訴我 古著他 果然是無盡不商 處處出賣得不齊和算計 不知就是不知道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咱們下一家去哪兒 允林店 我是《沈老爺》 你去跟我買糖水 我 糟了 忘了問她吃什麼口味的了 有钱人的快乐 我也想听会 哎 走 三爷这么能买啊 这不是晚天的面都不好看的 你又没告诉我 你吃哪种口味的 我正好全打回来了 一手的还得再跑 对 果然是云闪三尊啊 大爷 这盒套什么钱啊 我是不是一个人的套人 不是我 我以为这是 不要我的 而且 我以为你来不起来 这盒是M号的 这盒人说来没什么 你呢 我以为你放屁 我三一年好忽怜啊 你都不然没有买过这个东西吧 你只做得不一事 我以为你沈田姐姐经历的 好了别生气了 吃个糖呢 葡萄味道 久恒 你别生气了 给你吃颗糖 我的小喵子 特地去哪来呀 你们女人是不是都爱吃度 她又谁亲生 我家以前呢 你们小喵子 29 我同学我老婆 还在铁身的口袋 把她给你吃了ophone花 他竟然不吃了他训练 念完 这糖啊 一次只能吃一块 是多了呀会蛀牙的 万言吃糖 吃了糖 要就不苦了 你让那个小傻子 吃了糖 吃了糖 但是听到你这么说 你一定会想 小傻子已经不在了 还有这抱不上的啊 有点是从我来不回来 起了我天 你个王八蛋 在梦里抱负你有什么用 今天起 看老娘不往私里折磨你 走吧 嗯 我们下站去 先走我们公司 然后这晚餐 具体买什么 我都在这儿呢 你猜 啊 把完菜以后呢就回山中 好好打扫一下子别说 要是被我发现 你没有好好打扫 或者假设我这儿呢 我一定会让你跪在地上 猜一块 然后呢七点我跟我儿端准时吃饭 你先去中央厨房做好饭菜 周深不得跟他送到皮术 臭女人 师傅我就没说什么 不要 那我马上 小少爷 已经查清楚了 今天大小姐是和秦三爷秦王妍在一起 他们还骂想这个 哎 这个是葡萄汇的糖果 哎 这 这是小孩的嘴皮套 专门用来杀小孩的 我还是当玩的 你小孩动上 就不会是个少爷吧 那肯定不是 真的还有一点 对吧 小少爷 您看 这就是秦王妍秦三爷 他就是那个大魔王 还是一个 转上小孩的变大杀手 怪不得那天晚上 非比我和雅妍 他要杀我 我还把他当成我爹弟 大义了 这个啊 莫死 哎 这个应该是秦三爷常用的型号 哎 你给我好好盯盯这个大魔王 如果发现他再用小爱的肌套 一定及时通知我 你就能带着我小孩上山了 哎 这 我哪见得点秦三爷的莫死啊 喂 要查清楚了 跟踪您的那俩排气的车 是几千少爷 至于另一辆 是博家 秦子轩是小考先生和沈一的关系 但博家怎么会盯着沈家的车 这个 暑假只是听说 博家和沈家世代交谎 五年前 博少有意去沈小姐部门 但是沈小姐未会先运 她和博家的关事也就告吹了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情史还挺丰富啊 行 你去招呼了吧 是 还真是销起为了我 秦王爷 你也有今天呢 我拍几个视频啊 给大小姐看看 让她知道 你有在认真干活啊 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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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和大叔说话吗 忙着呢 碰我的话我给她打过去的 我最近给你打电话 一直都打不通 你是会把我拉黑了呀 晚上我们看一下四人手机的 你要是找不到我的话 可以直接找秦昭 真的吗 不是你把我拉黑的 我就放心了 那你快点回来 小宝一直吵着 让你带她去滑雪 嗯 强言 小宝成长的过程中 不能没有爸爸的角色 我拜托你 你听着 大叔可以马上就回来了 你赶紧把没干完的活干好 行了 我要去忙了 等或者这边的情况稳定一点 我会回去一趟 到时候再陪小宝化学 看什么呀 走吧 家务 放言在座家务 不对 肯定是商业代行 妈咪 今天冬天我们就在山庄常驻啦 嗯 那个灰沙小孩的大魔王年号也在这里 你说什么 不行 妈咪每天打官说很辛苦 那我来吃大魔王的高红吧 嗯 你说什么 那等会儿你先去洗澡 那么去看看饭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走 哎 哎 你给我把二十大黑拉你 我不喜欢他 他是小宝弟弟的妈咪啊 会成为我妈咪吗 不会 你就一个妈咪 我也没打算给你找新的妈咪 但是我也想要个妈咪 你你想要个妈咪 不是仙女不肯定不肯定 所以咱呢 一太小小你变变了 只要我想 仙女也不是个婚姻 好了 吃完饭吧要喝了 再去问这群 我把我解释了 陈一涵 给我出来 今天作业不行 过去睡觉 你那姐姐 你怎么来了 妈咪 奶仔 你今天不乖哦 妈咪要打你屁股了 妈咪我很乖的 妈咪 我吃了吗 来 再再 妈妈先去削水果了 在我回来之前 我必须要看到你的鞋作业 听见没有 嗯知道了妈咪 这是漂亮的姐姐 儿子的兔子 什么跟我妈咪 给我的鞋 不然 这是你妈咪留下来 唯一的东西 也是她新手做的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的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弟弟了 这兔子又脏又脏又厚 赶紧扔了 这兔子又脏又厚 这兔子又脏又厚 看妈咪给我的 不能扔 哎呀 这么脏的玩具 又会有细菌的 我又传染给小宝 赶紧扔了 你还给我 你想要 我批要扔了 自己去垃圾桶一捡吧 哈哈哈 你妈咪死了 你妈咪这个兔子也死了 你们是坏人 你们走 我不想见到你们 不就一个破兔子吗 等会儿让保姆出去 再给你买一个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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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不许耍赖啊 科宝本来我描述不喜欢上以后就不上了 但是老师留用作业也要起来了 妈妈以后 可不想再去学校给老师骂了 嗯 嗯 为什么骗了自己又把我扔成她的孩子了 我又好想做骗了你弟子宅宅呀 妈咪我没事我再就去洗作业 他的作业也太简单了吧 骗了姐弟是等着是怎么回事 这也太爽的对了 小宝宝 你怎么跑这个时速跑来吧 他是大魔王的手下 说不定他来带我找到大魔王 如果我能打倒大魔王 说不定妈妈会找你 我一直不写作业呢 他带我回去 这个不能当武器 这个也不行 他来了我想和爹地一起睡 为了生命安全 我想看看这里有没有想爱狗屁套 工程啊 你在干什么 我想听故事 什么故事 我想你 让自己接穿 电视机里爬出来的故事 让你自己把自己下晕 我就让妈妈来收拾你 谁跟你讲的这么别有恋爱的故事 来 你再给你捏到我来做 完了大魔王要给我念照语了 道可告 好 非常好 林肯明 非常明明 怎么办 好坏 编地之虚 永明 万古之明 好 王爷 沈安然小姐 您在院子里等佛多时了 他来个人 说是洪几天教授 知道小少爷的韩正犯了 负责他来请平安拜 我带着他给我来 是 只要能搭上秦三爷 我以后再也不用怕沈美人 秦先生 小少爷呢 去把锅水盖出来 这小孩怎么跟沈美英小时候长得点像 你把卖好吗 哦 小少爷能把你扯给我 我给你把卖好吗 不要 干什么 真乖 怎么回事 这孩子根本就没人 你把我小安田呢 如果我说这孩子没病 就失去了接近亭菜叶的机会 不行 沈大姐 我们家少爷的病 现在入冬了 小少爷的身体还是很虚弱 得进行药育 进行推拿 打断他的经验 这个阿姨是坏人 居然对大伙估伤 哪里去了 我一个人能打十个 小少爷你呀 天生疲弱 寒气缠身 不过没关系 阿姨阿姨呢 会陪在你身边 只好你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寒诊 好不好呀 你放屁 我没病 你这个大骗子 别惹 谁教你这么一毛 你刚才说他的脉象是什么 小少爷体内寒凝气质 脉象池而无力 是内需不足 闭嘴 我 我 三爷 你这是洪景天的徒弟吗 如假包坏 洪景天输了你当徒弟 真是晚节的 来人 我这个招摇撞骗子 给我扔出去 三爷 我失踪洪景天统一十年 我排排不会出错的 需要我把洪景天叫回来吗 我 送开我 扔出去 不认为想不对劲 还有他从哪儿学的粗话 爹地怎么了 没事 去吃饭吧 吃完饭我是不是又该喝药了 你的病情刚有点好转 还需要每天按时吃药 妈呀 大博王 今早洗澳的药 我不要饿 爹地我要上厕所 来去吧 快去开会 我得去把弹幕王的孩子找回来 找个机会 把秦家小少爷拖进池堂 这个坏女人又想干什么 安然小学 谋害秦家小少爷的事 我可不敢做 傻呀你 把他丢进去 再把他救上来就好了 到时候啊 你就是秦家小少爷的救援人 我在趁机出现 要是为他诊治 说得不定 就能成为秦家的私人医生 说你的蛮人 太坏了 我一定要走到 多么我的孩子告诉他 我干什么呀 你 你谁 谁在哪 练了 奇怪 我刚刚明明听见有人说话 可能是洗血松鼠吧 抓紧时间把事情给办了 要不然 我就叫爷爷把你打开了 知道了 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是便宜的一个宅子 你是大魔王的儿子 你是大魔王的儿子 我们两个一模一样 有个人是瘦胞胎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爹地就是你爹地 你妈咪就是我妈咪 你妈咪就是我妈咪 不可能不可能 我爹地是后院里宣证的大狗 他管是什么东西 我妈咪说过 我爹地他就死了 骨灰都被他摇了 我爹地头太准势 他变成大黄狗了 难道你爹地是大黄狗哦 是的 对了 你是不是该吃药了 大魔王他用自己的洗头鞋 给你煎药了 不好 快点把衣服换回来 我叫死鞋 你这是什么名字 我叫波哲 波哲 这个名字是这件事 如果你要当心 大魔王搬运在 骨盘位的盒子 那可是 装杀小孩的秘密武器 是秦家的小少爷 刚才果然是他在投踢 你躺起来我去以他坏人 赶紧抓住他 是 事不宜迟 现在就动手了 那可以玩 不愿 来人了 齐小少爷漏水了 这导标怎么把人丢进去就跑了 你怎么会拥有啊 这可怎么办啊 太太 王爷 全部都照顾了 没有小少爷的名字 你在找啊 他跑不出身中 一定会在哪儿 好的好的 王爷 外面道开了 说是小少爷漏水了 走 那是波罗 怎么回事啊 被推下水的不是金鸟小少爷 爹 爹 爹 你给我进来 你怎么回事啊 我 我来给秦家小少爷请平安卖 有什么问题吗 其乐也让你来的 欣欣姐 你该不会狠心到 给小孩子治病都不影响 爹 爹 跟妈咪说 你怎么掉了水里的 别人推了我 连你就是这个坏女人 她叫一个花叔叔把我推进水里 让她借我和横横仔来投梯 花叔叔就全部能把横横仔推进水里了 走个水里怎么变了 是不是干的 不是我干的 这小孩叫水里跟我没关系 不要你这么说 是我儿子在撒谎 三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其中 可能有什么误会 华爷 人带来了 刚才我在找华爷 华爷这个人围围碎碎碎碎 你们干什么 别害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 爹地就是他就是他吧 他还在这些水里了 盈盈姐 你手下养的人推了你儿子 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掉她 我刚刚只是碰巧露果 你可不能因为以前的恩怨 就对我借题发挥吧 王爷 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上搜出来的 我们怀疑她是偷气 就把她换来了 艾然小姐救我 不是您说的 只要我把琴家小少爷推进水里 小小姐姐 你可别胡说 你的沈艾然小姐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他拿什么救我 尼音姐 你究竟是什么 周嫂 把小帅带的学习走 你靠这衣服 谁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一下 试试 试试 你敢打我一下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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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来了 把12人给我送到警察局 不许她在你踏入身中一步 沈艾然 你敢把我送到警察局 你就不怕爷爷找你麻烦了 沈老爷子要是问起来 就跟他说 是我让人把他送进去 三爷 我师父那天让我来当小少爷的家庭医生 我手里还有一只小少爷的腰包呢 带着你的腰包 来 来 妄言听话 出了药 病才能好 我不下课药了 妄言 他是变化的 念完疼吗 念完疼吗 念完不疼 小少子的足强感也有种意到胜盘 怎么又把这个女儿和小少子混在一起了 秦三爷 今天这件事情 都是一秒子而已 你打算怎么弥补儿子呢 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承东今天有乐高 限量版的签收会 承南呢 有蜘蛛侠的签名会 承西啊 有我儿子算师的 韭菜签物包 承美呢 有他每天都必须要喝的牛奶 还希望秦三爷 亲自把这箱东西带回来 我还是做不懂的 现在也 你不会连你救命人的 这么点要求 都满足不了吧 对了三爷 下午六点五都约会了 麻烦您准时的心理 知道了 这样差别 怎么样 离物还满意我 还行吧 你儿子最近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啊 我妈不会什么问他 还挺好 我刚跟他像忧人请你驾 他躲在位子里不想跑步 你怎么会 我妈不会什么问他 对了在岳城认识秦三爷的人 应该不多 除了你们沈家 岳城没有认识的 那正好 那今天啊 你就以保镖的身份 配我进去 保镖 保镖 过来 过来 嗯 墨镜一戴 谁会不爱 其实这样还挺爽的 哎 你头发还这样 不错 这样看起来 就更淺的薄薄了 走吧 你就好好跟到我身后 端茶滴水吧 是 我们博家 是绝对不允许一个 生了野种的女人进门的 放心 我是不会嫁进博家的 还有 宅宅是我儿子 不是你 嗯 那你倒说说 她的父亲是谁 没事 要我说呀 你就是仁静的 不知道 跟了多少男人碎了 才不知道 她的爸爸是谁 我老太蓝 我念您是整的 刚才的话 我知道没听到 我今天 是来春春的 有我家 我不稀可 没有教育的东西 看什么啊 花鼠袋 很清楚 没什么 没什么 沈云烟 那人才刚回国 你就迫不及待的 把他送进了警察局 还好我们回家 没有让你这么恶毒的 女人进门 看来你是要替 安然出头 他招惹的可是秦三爷 也算是他咎由自己 安然可是你的表妹 就不能听他求求情了 秦三爷是什么样的人 也是我自己 既然你说的这么轻松 那你自己去 你 安然才刚进去 你还有心思来参加寿宴 肯定是你故意设计了阿然 让他夺罪了秦三爷 叶叶姑娘 能来参加我的寿宴 我很开心 薄奶奶 祝您俘虏东海 受给人生 知道薄奶奶喜欢翡翠 所以啊 我特意向谢仲景大师 定制了极品 英种手机手势 行 好精致啊 叶小姐 这个太不小心了吧 手势算坏了吗 说坏了 我们博家 从来不收坏的东西 来 把礼物还给爷爷 我们博家的规矩 不仅破裂的礼物不收 这破裂的鞋啊 更是必要的 我看不如把它送给秦子轩 她居然能接受沈大小姐 想必这套手势 她也能收到吗 博大小姐敢这么对沈大小姐 肯定是我们才不选 这套手势 沈音音要是接了 就等会误任国家 被她委屈生死 门爷 这套手势竟然入不了奶子眼 那就给我吧 哥 音音 这套手势 就算摔坏了 我也很喜欢 她已经没有收藏的价值了 奶奶 千金她买新多好 好啊好啊 奶奶老了 管不了你了 你凭老人言 以后吃亏的是你 音音 好久不见 灵溪 谢谢你今天见过 你 和我生分 分别五年了 再亲密的关系 也会生分的 这个 是你的新宝贝 临时公文 这么帅的男人 跟着沈音音这个贱人 真是可惜 嗨小哥哥 请你喝酒啊 王小姐 她好像是给沈小姐开车的死期 不能喝酒 喝了我的酒 基本 就给你家一间套 啊 你个臭保镖 你竟敢扑我 是沈音音给你吃了手机棒子的吗 怎么 你个保镖 别敢在国家的地盘撒脱 我倒要看看 沈音音是怎么叫吓人的 沈音音 你还敢笑我吗 你就是故意的 我的保镖 可不会无意跟你辜负了你 莫言 他在担心我 你说 我却在担心她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不好意思 求求我 求求我 音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音心 你把他送回去吧 好 不需要 音心 你先去陪他 我去看看他 要不然你先把裤子脱了 我帮你把身上的玻璃扎取出来 我开出去了啊 史密 你往哪摸的 三爷 残就是说啊 你是 有点太敏感了 好 我跟你说 嗯 刚才的事 谢谢你 你要是真感谢我呢 就赶紧把裤子的玻璃扎取给我 原来秦三爷隐身相互 就是为了问我 裤子的习生 不然呢 我惹他病人 我给你再拖下去了 秦老爷 果然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孙子 好好好 我答案过程白说 不会把他的行动告诉我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今天对你就很招待 秦三爷 你处处都算就去了公里 你这样根本就有何来找 这事实上真心对我好爱 是有一个小生子 今天这个人情 先见 以后有机会 小小姐 那我先说到的是皮外伤的 已经处理好了 麻烦跟我去一楼交两件 好 谢谢啊 那我先去一楼 你帮我照顾一下她 虽说今天做的是你分内的事 但是你救了音音 我也是真心感谢你 说吧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跟我提 我这有三十万 算是给你的奖金 我说不用 那好吧 后续有什么问题 随时找我 音音 不是请您在关来山 看出的独家区块钱好了 周末我来接你 我们带着一涵 一起去录影开现象 我回家问问咱的小朋友去吧 好 音音 我听说小秦少要入坠神家 是啊 八字还没一瓶 真的 我现在 正在给秦三爷做思想工作 希望吧 他能失去一点 赶紧带着他的侄子 卷铺盖 滚铺别城 那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正式追求你了 天心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你送我们回去吧 我只是沈小姐一个人的司机 职责里不包含纵银人 音音 你的保镖 很有个性吗 那我先下去了 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那博家老太太明显就瞧不上了 你和她博燕熙啊 不会有见 你知道个屁啊 当年我们燕熙都已经到唐公论嫁的地步了 要不是因为 哼 要不是因为你 总之 你赶紧取消两家的婚约 别担我找高智了男人谈恋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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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入职行 以后您让我往头我绝对不过死 你让我跪着我学不站 清子军 你发什么疯啊 沈家都已经退婚了 你退的那是商店人意 我觉得你是自由 不一样的 你 做我女朋友吧 好 赶紧走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你别走啊 小言 把你指的过去 子轩对你一往情深 我可不能帮她冤演 那你来接我下班 我还有事儿 让子轩送你来 其望严 你行啊 微会儿跟念希 接下来去 这样你还没上架了 你自己等会儿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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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好 好 咱们 三叔 沈大小姐被博家大少爷接走了 喂 你行你你上啊 哎呦 那个死 你上签了 把我要打我的签还没算呢 你还想要我自己还来追他 盐盐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路云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们接身一喊就出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聊天天 要不是你看 刚刚半个小时之前还在 因为我也乖乖吃药 所以要到明厨了 快点 睡不睡了 嫂子好像也好 妈咪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你别放下我好不好 哎呀 既然一寒都好了 我们就一起去吧 小祖宗 你怎么感冒了 快去床上躺着 但不我呢 谁 我爹地去干嘛呢 哦 旺爷和子萱少爷 去观山山渡达区试查了 今晚问回来 哎哎哎三叔 我看冷死了我想回家 哎 三叔那是什么 你还搞人工降雨 这你 看得起来 妈咪 今晚要睡帐了吗 对啊 我们的帐篷还是泡云的 通过这个帐篷的朋友 真的吗 好耶 妈咪我想去湖边看看 好 走 妈咪带你过去 嗯 没事 好 妈咪 我想去湖边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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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赛叔 沈医身边那个小孩 好像不容易啊 赛三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许下车 真的没 好险 突然被爹地发现了 我不是给你放冷天假吗 你来吧 好 我带自宣过来 给你培养一下感情 燕燕 燕燕 你的保镖和小秦少 是什么关系 我和小秦少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为他的一份吃心板 来 哎 哎呀 那你还真是一个 燕燕 你帮个忙啊 帮我看着点啊 秦子兄 别门接近玩的 好 你弄着干嘛呢 过来啊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开车去山下 给我动向的 为了和不爱惜二人世界 想把我吃盒水 哎 你只是我的保姆而已 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 好好好 我今晚就陪你好好玩 哎 哎哎 三叔你别把我扔下 我好冷啊 三叔 停车 现在能见度 第一不能随便停车 我让你停你就停 赶紧下车去看看 后轮胎沾什么东西了 我让你去你就去 赶紧下去啊 现在雨下这么大 轮胎上出什么问题 不是更危险吗 走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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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Bobbi 不尽管是 有一段时间 就紧巡瞩 萧莲 你这个王八蛋 你真不加油啊你 本来打算甩掉秦王爷 没想到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没用吗 你是故意的吧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辆车没有油了 我卫生还有没有油 过跑几公里了 你现在是要回营地还是下山 回营地 等回到营地 这辆车就处理没有了 到时候我和燕熙回山庄 你们俩输职 就在大人里瑟瑟发抖吧 你等什么呢 去加油啊 这辆车就处理了 你不过是想开不过营地 跟我在这过着妈妈尝业了 行行行 是我错是我嘴线 到吗 走错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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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都跑不进去 那个都跑不进去 对 ricanes 超过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下去吧 或许在山岛下就看到了 我爹地不是保镖 一涵 胡说 那保镖怎么能是你爹地呢 我妈咪的保镖就是我爹地 那个男人果然对音音有企图 一涵已经被他疑惑了 我要赶紧去找音音 就算一个男人设计 他感到那股心脏 哦 给我 哎 我也临时了 你临时临时了呗 你肯定光着上半身 但是我 你带去 我 你放心 你就算是全裸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对你有关键 哦 秦曾爷啊 那天晚上怎么搬我衣服 还是忘了吗 胡春啊 你别太过分啊 秦曾爷 你别忘了不行啊 不想干 你可以滚啊 可以滚了 被枕乱了 曾爷 我内衣吹钢吗 你可别对我的内衣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哦 自作无解 听你吧 就先闭上给你 转移到了 哎 那这个水比我呢 这个男人 还和我一起一样 干什么呢 那看你一道吧 你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出去啊 沈欣欣 你偷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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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偷拍我你还有理的是吧 你偷拍我 我还没什么 就在这儿拍我 你这么可爱啊 你给我拿出来 你别动 你别动 我得偷拍一张 我说你把我年车吃了的时候 我好多拿出来 你今天是冲死 你还跑 你给我偷拍 你喜欢拍手 来来来来 我们来配什么 什么呀小姐的锁骨真好看 偷拍 不合 不合是吧 晓鸥你能玩吗你 不是 想扶你 你 你先害我吧 匹马 七夕一二二三 你这个匹马 有什么好用 你管你屁事 好 结束了啊 咱谁在搞什么 行了行了 就这样嘛啊 不要再说 别来 我看看 这是妄言的手机 我没有密码啊 汪言 匹马书路上 我想看照片 三九九五二七 三 我记不住啊汪言 汪言 我是你妻子 奶奶说我是 十二月二十三号 道给亲家 你能不能打密码改成 七七一一二二三 你得的 惹起我 我又 居然不在叫公子 齐孟爷 你竟然不知道要敲门呢你啊 我以为你还没睡醒 我捡起来 是吗 她知道买走餐 我到表扬 看你自己就吃上了 你也别问问我吃没吃 加糖呢 你们不爱喝 你怎么会对我的饮食习惯这么了解 沈云 我劝你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 喂 放言 你终于接电话了 子萱说联系不上你 我都快急死了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小宝也在担心你 一晚上没睡好 不愧是让秦二爷 秦三爷 兄弟相争的角色名片 居然连声音都这么好听 不过也可惜了秦二爷 当年为了救他葬身火害 请叫老太太一目之下把他送出口 小朋友 其冒陵也不回去 好了好了 没收拾情况了 走吧 接我们得到吧 走吧 他刚刚出神的样子 好想我的小傻子 三爷 你家有几个孩子 两个啊 那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 是你孩子的母亲 昨晚沈大小姐总共有这么睡 我就接了给你们的电话 你算是 是错了 你放了沈一 给我滚下去 你干什么呀 你不让我滚下去吗 你怎么开的车 下来 沈一 你不愧是被我揭穿喜欢我 好羞成怒吗 沈一 你不愧是被我揭穿喜欢我 好羞成怒吗 鬼才喜欢你少自作多情了 这不像昨天晚上谁搂搂的那么急 半夜睡觉还叫我名字 那一定是叫你去死 好羞成怒 黄黄仔的东西带了吗 嗯 这是我和妈咪的头发 只要拿着头发去做仙子监定 知道我们是不是亲兄弟 如果我们是亲兄弟 就不能让妈咪跟别的男人一会了 莫罗你帮我监定一下 阿黄是不是我爹地转世 阿黄过我们不是一个物种 见地之后 没办法见地 哎 算了不能做妻子见地也没关系 就让阿黄可可乐乐的 没有承担对父亲的责任 黄黄仔你记住吧 我爹地的头发 我爹地有很可能是你爹地 我妈咪说 像我爹地那种无强的人 根本不会变成大帅哥的 秦波罗我告诉你 我刚才叫我三叔爹地了 三叔没有反对 以后三叔就是我爹地了 我爹地不是你爹地 你就不能喊我爹地 三叔同意了 你不同意也没用 波罗他是谁 他说坏人跟坏女人要抢走我爹地 爹地答应我 再叫我滑雪哦 波罗你这么怕冷 爹地肯定不会带你滑雪 以后爹地就是我一个人的爹地了 哈哈哈哈 坏龙别哭 让小阴我来收拾他 坏女人生的孩子就是笨 滑雪还需要人家 回到学校我先来一个 陈后翻两周吧 再让爹地看看你的处样子 让你哭成狗 轻波人你撒谎 你根本不会滑雪 你爷爷 让你看看我滑雪有多年 到时候爷爷把你当球体 让你一路滚下山 我告诉爹地你欺负我 就呀就呀爷爷才不怕 为什么他不找自己爹地呀 他的爹地也挺 哦 原来他跟我一样 你们家有小狗 不吗 军姐姐有一个蹦蹦的照 这黑金我都不想还怕笨死 你又要干嘛 听说你爹地死了 你妈咪把他捕换也让了吧 你爹地已经咱是成小狗了 大部分小男士你真真爹地 连爹地都会认错你 实在是太笨了 以后他再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帮你骂回去 哇 好好赞你好厉害呀 小月四 变成乐不乐 还也说得算 料到以后哥照着你 小祖宗 你感冒还没好 不能拿出乱跑 赶紧跟我回去休息吧 谭谭子我先走了 妈咪 菠萝怎么在这 糟了 大魔王怎么也在 和菠萝混合上饭的事情要露馅了 这孩子刚才不是叫我吗 这后腰伤 越看越像咱们一样 咱子 你摔得不轻啊 自己家孩子都认不出来 这是我儿子 爹地 春天姐姐生病了吗 我们送他回去 我可以自己回去 我惹什么时候 能跑这么快 我正在这里回去吧 我正在这里回去吧 小祖宗 你不就是我的庄宗人吗 行 我送你 你能不能好好走路 专门让我脚上踩啊 那怎么办呀 我就是不能好好走路 我妈咪怎么了 这孩子的声音这么大声 她磕到脑袋了 她磕到脑袋了 我妈咪喝多少了 糟了糟了 她看到好人家的样子了 不会 我先送你妈咪回房间 我去找医生 叫我们宗贵的秦三爷 煮个鸡蛋 慢慢蜜揉一揉就好了 天到没有 大猫王快去煮鸡蛋 就让他煮 天到没有 大猫王快去煮鸡蛋 这磕子俩真是一个磕刻出来的 你头怎么会使唤人 行 往这儿了 音希 谢谢你送散的回来啊 麻烦你了 没关系的 你 昨晚去哪儿了 我有点担心 疼 音音 你怎么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 撞到头了 看医生了吗 我还没看呢 我这 哎 轻点啊你 忍着 不得使劲 老彪在你身边 你们昨晚去哪儿住的 我们昨天下山的时候 遇到暴雨了 车也没油了 就临时找了个招待所 开了两间房 燕希 还得谢谢你帮我照顾宅宅啊 那改天 我请你吃饭啊 好啊 那我明天去接见 好 会议说给我听的 秦三爷 你说 我这个音希 或许马上就能确定关系了 所以能不能求求你 把两家零取消啊 你想让我吃醋 秦三爷 我要怎么证明 我对你 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难道要我去跟别的男人牵手 牵完 怎么没有和薄叶熙上床的这下 怎么 跟我上床了以后 就要被我受伤如幼了 秦三爷 我只想为你 守华 你果然是爱慕我啊 沈音音 我欠你啊 不要济语你这辈子 永远都等到的 秦三爷 你给我 快 易涵妈妈 一会儿有空来 帮我使座一会儿吗 走 易涵妈妈 这次请你来呢 是为了处理一下 学生家长对省谈的投诉 这一整本都是 您再看到他的成绩单 沈一涵不仅成绩不合格 而且还在班上打下成绩 但是一涵跟我说 参学员区都会在幼儿园老大了 那是一位全班同学都认他做老大了 这不挺好的吗 所以学生家长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全部都联合起来 希望我们幼儿园能够劝退一会儿 希望我们幼儿园能够劝退一会儿 学长 我们的幼儿园是属于精英教育 一旦进入这个学校 那他们都是尖子生 而且是不允许有品德瑕疵的孩子 待会儿班上其他的同学的 更何况 易涵父亲的身份不明 所以他的家世也不算清白 当年我是看在沈家的面子上 才勉强答应易涵同学入园的 你这是骑手啊 我们幼儿园至今为止 还没有劝退小孩的专利 而且教育部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所以 我打算给易涵看一份智障的证明 会员就是这么健康的问题 我儿子制度没有问题 你们这颠倒黑白 要不这样吧 下周让易涵考一下 与书外这三门 只要对三门合格了 我就答应不让他退学 好啊 沈小姐没什么大碍 只是撞到了头 导致轻微脑震荡 需要卧床静养 待会儿 让护士先给你打一针 盐算贝塔斯丁 打针 他叫我没什么事 我回家休息吧 音音 乖乖打针 我去给你买糖吃 沈小姐 听你男朋友的话 沈小姐 请您放松一点 小汪汪 我买糖吃 我要大白兔奶糖 红豆味的 让男朋友去 我去 我去 小汪不知道你吃什么口味 也是 小汪不知道 小汪吗 说吧 怎么弄呢 不要心衰的 你啊 你没事的时候 就得去看他脑子 走个路都能伤成这样 不疼吧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我 好了 孩子都生了 这点疼怕什么 那你知道我一个人 生孩子的时候我多疼吗 孟元 不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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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来 要不给你吃饱 吃饱 立马不疼 你必须得吃什么 就是不得了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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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买到红多味儿的 只有原味儿的 原味儿的问题 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打个针还酷鼻子 护士 我既然没什么事儿了 我可以回家休养吗 我儿子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只要主治医生同意就可以了 好 谢谢 вор这一眼 不好意思啊 我是沈小姐一个人的司机 我先让请自备 不好意思啊 燕心 对了 奶奶下着有个测验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个老师 我想给他临时突击一下 都在我身上 爷爷 你管管音音姐姐呀 他把我送到警察局 一点都不顾及沈家 不顾及你的脸面呀 爱人呐 是爷爷不好 秦家的势力太大了 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让律师 把我的宝贝孙女给保释出来的 你看看你看看 把我的宝贝孙女都折腾瘦了 沈樱英 你等着 我一定有报复 我堂堂沈家二小姐 身娇肉贵的 沈樱英那个可恶的女人 居然让我去坐牢 在里面可被折腾死了 安然 沈樱英和秦家的婚约 还没有取消 这即使取消了 对街头和我哥 走得可是特别近 不管最后那嫁得了谁 之后就更没人能压得住 那怎么办啊 你要想办法攀上秦家 说不定还有一些生计 可是秦孟严 姐妹 你干嘛非要向高难度挑战 只要你搞定了秦子萱那个废物 你还怕不能再秦家立足吗 南烟 还得是你啊 我儿子的私人家教可以借给你用用吗 不用了 燕熙已经帮我们找何老师了 燕熙已经帮我们找何老师了 教我儿子的那批家教 是全国最能奸的 胡燕熙就是散尽家才也请不到她们 好啊 那就感谢秦三爷了 我儿子的成绩就要拜托你这家乡了 这会儿叫我秦三爷 刚才喊我什么 他总能当年燕熙的面儿叫你秦三爷吧 这一对外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要跟你统一一下生活 行 你想叫什么念 秦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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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便选一个 你这么骂我 可是会让我觉得 你是对我爱而不得 恼羞成怒了 随你 秦胜 秦胜 妈咪 你怎么了 妈咪没事的 就是摔了一跤 我还以为妈咪 跟别人打架了 我才敢欺负妈咪 我就打谁 秦赞 这几天不总打架了 老师前几天还跟我说 你作业做得挺好的 怎么这两天又不好着写作业呢 你下周有个测试 妈咪呢 给你找了私人家教 所以从今晚开始 你要上保课 我不要 小少爷 我是你的家庭教师 我姓王 多惹少爷 怎么是你啊 义涵少爷呢 他去山上打老虎去了 这怎么行啊 我要去告诉沈小姐 别告诉妈咪 什么 我说别告诉义涵的妈咪 那个 我现在跟义涵住在一起 我帮他补习就好了 可是 就这么定了 拜拜 波罗 DNA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是DNA还要三五天了 我得避开爹地的耳目 等结果出来了 检测机梗就会通知我的 如果漂亮姐姐 真的是我啊 真的是我妈咪 她为什么会丢下我 难道我身体不好 所以才把我留给爹地 波罗 你胡说 我小时候的时候 还不是生病 是妈咪在我挡着 强生健体 所以我才好好的长大的 我还不是小咪咪 我说他相信 那个把我让自己 给你的伴侣 放出来 想安然吗 他还会害我们吗 嗯 波罗 你来帮我 看着一些他的行踪吗 我能先 追寄水家的监控系统 然后追踪他的行程 什么人去呢 我们都知道了 哇 虽然我没听到 但是波罗好棒哦 看会里人在这 明天我要带大魔王一起去报仇 难道你又带爹地去打架吗 爹地结果出来 万一真是我 爹地 那就让他先替带阿黄去旅游一下 做爹地的资责 为了 妈咪给我找了 老师给我补课 要王什么补识 他帮我认成你了 王中石 我为什么要补课 我下周有个车验 要达到六十分才行 我才五岁 为什么要产生这么多 那不我来帮你补识吧 走啊 干吗啊 我们去报仇吧 报什么仇 小儿燃出来了 把我开到水里 还要害羞了 有仇哭不报 废话也 擁有仇哭不报仇 翻口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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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щ 秦三爷 她怎么会在这儿 师傅说过 秦三爷长期用火鞋子给他儿子治愈 铁汁早就发生了改变 这些面药 在他身上功效就会放大百倍 虽然我已经搭上了钱子圈 但这药用在那个肺骨身上 会点浪费 药上胃 还不如直接盘着秦家家 秦三爷 秦三爷 您这是怎么了 您的事吧 这个女人怎么会在这儿呢 小心 三爷 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 我来给你把把卖吧 我明明没有浮游化鞋子 身体怎么会这么热 三爷 你好像重要了 然后重要的人就是你 我没有 我 在从方见过你 明明没有穿实礼物 三爷 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省家的产业 我来做个死大了 放个礼物 你来你给我开 你个小畜船 给我放开 你吃点 什么呀 你啥呀 你听我解释 别欣欣欣欣费 快问我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叫妈咪 给你教医生 不用了 你去上去吧 大魔王 你别接近了 谁让你把我儿子带出去的 好舒服 妈咪 别生气 是我这 大魔王带我出来的 你和沈亚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别接近他 你为什么要跟他出去 万一他对你不利的话呢 大魔王保护我和好了 比阿皇厉太多了 你觉得吗 会对你儿子做什么 行 当初可是你打定主角 用我儿子威胁的 别怪我对你很接近 沈亚涵 赶紧回你房间去 你翘课通跑出去的事 我等我下次回去跟你算账 回去吧 妈咪 下手的时候轻易点 大魔王好好生病了 有远点 你变态啊你 你受伤了 我还不是你个表面 是岸然对我吓得这么伤 秦王爷你放开我 你弄换我 沈亚小姐 刚才不是你凑过来的吗 就为你表面是岸然 算了就付出代价了 秦王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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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血怎么这么疼 你小妖子我要生日同意到 你 你都把你千刀乱刮 我还要给我儿子为了 我为万有 我曾经算是岸然的车 秦王爷 你 傻子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也下班吧 我怎么感觉 我这么像清理犯罪现场的熊虫吗 秦宏言 他发烧了 不行 不能让人知道是我生了秦宏言 秦宏可不是吃素的 好哥 你快看 这个男人 他一直流血 而且还发烧了 你快帮我看看 这个男人是谁 保镖 这保镖身材还挺好的 让我看看他的脸 长得跟天神下凡似的 难怪你会让我给他看病 我又不是眼狗 我就给了他一刀 他就血流不止了 你快帮我看看 他要是死在我这儿多晦气啊 去拿我留给你的反应物 取得了血液滴在反应物上 先验一验他血液里面的化学成分 好 花哥 种的都是没药 已经代谢的差不多了 不过 这个血的颜色 应该是常年服用火鞋子才能 火鞋子 是什么东西了 一种能够使血液升温的药 它能够让人的心跳加速 是早年间 我们用来循环作乐的药 后来有人发现使用它会折瘦 就不在意 这男人该不会是富豪家的玩物吧 音音 这种赞男人可不能碰啊 大哥和三弟那边有很多干净的货源 你快先别说这个了 你快看看他这血怎么办啊 我给你的暴力有质血膏 你先给他用上 好 等一下 又怎么了 这个男人是不是本来胸口就有伤 他胸口的伤好像一直都没有愈合过 这富人家可真狠心 居然用这么年轻力壮的男人当药引 药引 什么药引啊 火鞋子主要医治寒症 如果患者是小孩子 就不能直接用药 要用一个大人服用火鞋子之后 每天取心头血 给小孩子服用 这做药引子的人啊 寿命会大的折扣 原来是这样啊 音音 我可从来没见你对哪个男人这么好过 那是因为你一直不会越长 你都没看见我对咱爸有多好 甚至 你进入的我神农堂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以后你就更名为陈白树吧 陈白树 咱们神农堂有主训 不能给桃门富贵看命 一旦破戒 就要被拙出师门 再不能出现在岳城 师父 音音是我妹妹 连亲人都救不了 我还学什么医院 妈 二哥 干脆怎么样 不过我听说 最近秦三爷在查我的下落 你放心 我不让他找到你的 喂 二哥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快电话了 我不要先快电话了 你放心 我不要先快电话了 这是妄言的手机 你是谁 是夏小姐 我是秦妄言的朋友 她现在就了电话 妄言身边并没有多少女性的朋友 你到底是谁 还有妄言她怎么了 ,她现在发烧了 我正在照顾她 这位小姐 我是妄言的未婚妻 请你离我未婚夫远一点 还有妄言发烧,秦昭会照顾她 请你把手机还给她 夏小姐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把电话挂 秦妄言要是得不到救治 可是会出人命的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夏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吗 秦昭 你在妄言身边吗 妄言出去了 我不在她身边 那你说到她去哪里了吗 不知道 夏小姐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了 哦,对了,秦昭 你别跟妄言说 我给你打过电话 我不想她觉得 我在查诺的行为 大家进行吧 小婶子 你跑哪儿去了 你跑哪儿去了 银尔沙 你到底那儿去了 inversor 我就是ora 都 沈依依 你到底想干什么 秦三爷 又想庆宝吗 你给我吃什么药 退烧药 退烧药不可能给我的血液降温 你懂医术 略知一二吧 你知不知道服用火鞋子会折瘦 知道 你的孩子有寒症 所以秦三爷 常年累月的服用火鞋子 就是为了 给自己孩子治病 患者是秦家下一任的继承者 为了能让他健康的长大 我不惜任何代价 沈小姐要是关心我的话 就把程白说的电气方式给你 我恨不得你死 对了 我刚才不小心误接了一个电话 你是不是说什么了 我跟夏小姐说 让她别误会 我们只是朋友 朋友 那不然呢 难道要我给你的婉婉小姐说 你是我保姆 别乱叫别的名字 别乱叫别的名字 沈大小姐 你这招投回送报 是在我失控的时候才有效 秦王妍 这次给我下药的沈安然 是你们沈家的人 这笔账咱不能算了 我沈家 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好 我等着 王妍 下午的时候 你派人去调查死罚馆 怎么样 您走之后 此话就被人清理干净了 沈安然离开之后 去了地豪酒店 见了子萱少爷的房间 还有就是 夏小姐给您打过电话 说是一个女人接的 不重要 咱们去子萱那儿 我都要看看这个沈安然要干什么 是 谁啊 我我我我给你们钱 你别过来 沈安然小姐 给你三十秒 把衣服穿好 不然 我们就要使用暴力手段了 秦朝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 紫萱少爷 我在执行旺爷的命令 三叔 三叔来了 浩爷 里面的人已经收拾体面了 动手吧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三叔 你到底安然为了什么喝 给他喝了什么 他自己心里清理 是没药 还好此时跟秦子萱 那个废物上了床 静言碍于颜面 也不会太过为难的 老四三爷 我不是故意的 求你放过我 我是子萱的女人 我一定的爱都是子萱 你在外边 可以玩任何你感兴趣的女儿 但是你 你必须去玩 大陋 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鬼 你快点 用一种快给你 是你怎么会和秦朝子一样的疤痕 你是男生的 你背后的疤痕 哪来的 是 是声音音给我吓得肚 宅宅 你刚才上厕所上了好久 我坐在码头上背书 忘记时间了 今天你去幼儿园参加测验 不管结果如何 妈咪呢 都是你的后盾 你这样考试会不及格的 没关系 妈咪不会给我带奶压力的 那能让片段姐姐失望呢 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弟弟去考试好了 妈咪 相信我 我给你考满分 上车 沈玉涵呢 去幼儿园了 请考测验 我们沈家是月城第一好门 个个都是人中龙方 哪有小孩在幼儿园就会被劝退学呢 爷爷 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不用跟我在这打呀 今天是沈玉涵的测验 如果他的测验成绩不合格 我们沈家是不会再认这个孩子了 爸 你说什么了 再怎么样了 韩仔也是我个孙子 你闭嘴 安然结婚了 他的孩子还是我沈家未来的继承人 我劝你啊 尽早教权 让安然尽早地熟悉沈家内外的事物 凭什么 凭什么 我总不能让一个智障的孩子 作为沈家的继承人吧 老爷子 这测试结果还没出来呢 您不用把话说什么办法 起码 安然不会和一个不明不白的男人狗合 生下一个会被幼儿园退学的智障 盈盈是我的女儿 爸 那是您的孙女 老太爷到来也不好了 二十年别人在门外了 什么 秦望您做事果然雷厉风险 爷爷 这就是您嘴里说的 沈家未来继承人的母亲 快把他们拉开 允员 两个小子 你啊 我没干什么呀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 给沈氏未来继承的母亲清醒清醒吧 快把安然带下去 爷爷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越成哪家豪门能看得上他 安然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你在搞鬼牙 老爷子 在真相还没查明之前 您可别什么锅都往我时身肉 你们看见是谁把沈安然扔下车的吗 回答下见 是秦家的车 这不可能啊 安然跟秦三爷无言无仇 况且安然跟子宣 安然跟秦三爷有点误会 只要你不在从中作梗 秦家和安然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好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那宝贝儿子的成绩吧 老爷子 我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操心 现在那孩子的成绩应该出来了 既然你狠下心来 那我就亲自给园长打个电话 让他退学 妈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园长妈 你跟沈一涵那小子 拜个退学证明啊 爸好了以后 送他们沈家住宅来 老爷子 这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要一涵办退学手续了 不能让那个孩子 带他们沈家丢脸了 像一涵这样智商高达200个天才儿童 是我们幼儿园重点培养的对象 智商200 人家孩子五岁半就能够认识西天汉字 那孩子连拼音都弄不清楚 迪寒这次各科目测验都考了满分 沈老爷 你听信了谁的话 满分 这不可能啊 爷爷 您听见没有呀 我的儿子是天才 我现在要去接天才放学了 对了 老爷子 您现在啊 最刚安慰的 是屋里面那个哭唧唧的十二天 快去吧 妈咪 这是实践 以前这题你都不会做的 今天怎么突然考暖分了 是秦家小少爷教我的 真好啊 那你以后可得多多跟人家学习啊 好不好 我们去给他买个礼物 也不知道这秦家小少爷喜欢什么啊 要秦图 秦图 秦图 秦家小少爷也要妈咪亲手做的小秦图 好 那就小拓拓 走 不知道 沈乔爷这次来 是有什么事情 我是来找你们家小少爷的 小少爷还能跑回去 没事 我在这儿等会儿 你们家少爷身体不好 像还是不尽客的 小孩子身体不好 更应该增强锻炼积图 做什么样子 是这样 这不老师把小少爷的习惯了 我来呢 是为了感谢你儿子帮我儿子补习的 这是我送给他的卸定 既然他不在 那我就先回去吧 我要卸卸 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就认不过 这可爱的 孟爷你看 我给宝宝做的兔兔 你干什么 你弄成我了 这玩意儿我 你从哪来的 你什么意思 我送你儿子一个移物而已 我还得把成品资料跟你便放上去 告诉我 谁做的这个玩偶 三爷 你是觉得这个兔兔兔我长得不好看 还是我让博物高档 你要是对我的礼物都这么方便的话 那我收回好了 我告诉我 做这个玩偶的女人在哪儿 她在哪儿 三爷 这就支持个伍伍都能做了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还有啊 你怎么这么急着找到女人了 这是 神医 别再用我查个大婚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给沈安然下的药 从哪儿来的 你还给谁用光 什么药 让人全身不满 武功赚红痕的药 小爷 我沈茵茵从来没有主动害我 我给沈安然下药 让她全身不满红痕 是因为她该死是她罪有应得 之前我上口改变 你给我用的直信药 是神败术的独门要狗 这些特殊的药狗 你脱手可疼 而之前你被剑灯光的野男人 搞大肚子 就你房内是安然去灌了药 让她也断绝了嫁入好晚的路 你可是人的斗争 不满的坏的 我只想问你 做这个玩偶 你吓得要回来容的那个女人 在哪儿 你怎么才是那个 见不得光的野男人 你什么都会说是谁 而是你 我给你三天的训练 我救出这个宗文化的女人 否则 我会和沈老爷子来商量和 让你和子萱继续留住家 我会让你这辈子都脱离不开 我亲家的掌口 我有的是世间的女人 救命 救命 你疯了吧 在这个女人的世间上 我就是个疯的 宗哥 那 这个就是我们亲子监定的结果 我们两世亲兄弟 天天姐姐是我妈咪 好耶 我是哥哥 我才是哥哥 天天书上写了谁是哥哥吗 天天书上没写 但是我肯定是哥哥 我是哥哥我比你高 你跌脚了 我跌脚也比你高 好 那我们告诉妈咪这个好消息 再问问妈咪 谁是哥哥 谁是哥哥 好好仔 你能先不要告诉妈咪 为什么呀 身体不好会成妈咪的负担 妈咪把我让给爹地一定有他的理由 我不想让他为难 好好仔 你先帮我问问妈咪 她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孩子吗 她对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想法 妈咪想见我 我就立刻出现在妈咪面前 如果妈咪不想要我 我就躲起来 偷偷地看她 我让她发现我 好 波罗 我帮你问一下妈咪 如果妈咪想立刻见到你 我就把你带到妈咪面前 和你同床逛着那么多年 都没有认出来 怎么一个兔子玩偶 就让你这么认真了 她跟向安晴连孩子都有了 我这个前妻又算什么的 可就算 秦王妍不对我把母子两个下杀手 秦家也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血脉流露在外的 如果被发现了 寒寒仔一定会被抬走的 我 有人自恶作剧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曾经有两个孩子的人并不多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核对后再播 您中文字 阿子 你到底在哪儿 去跟我找我女人 秦也 你怎么这时候找我呀 照片我发给你了 就算把月少给我翻过来 也得把她找到 秦山爷又想干嘛呀 小少爷 咱们上楼吧 望远今天心情不好 爹地今天怎么了吗 也没有 沈杰那边有人送东西过来吗 我听韩汉仔说 她漂亮的妈咪给我准备了礼物 刚才沈大小姐来过 她走之后 望远的心情就不好了 爹地 放下不让 爹地 不 这只兔虎妈妈给我的好笑 你听话 你要是喜欢玩偶的话 我明天让秦昌叔叔把月少所有的玩偶兔子 都给你买回来 想把轮回弟弟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爹地买下全金城的兔子玩偶 也不是妈咪给我做的那个 这只兔子染了 爷们 我让人洗干净再给你 好不好 要今晚就把他洗干净了 我想帮助他一起睡觉 沈阴阴居然用这种手段鼓劝 我儿子 真是其心可助 韩汉仔的自己怎么和视频上的不一样 作业的准确率也下降了这么多 佳佳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下一局是什么 不急望能放我情 不识庐山这面目呢 是识望宫射大调 垂死病中惊作体 叫望各种何处来 沈一涵 你跟我说实话 妈咪 我什么诗读错了呀 每一句都错了 妈咪 这些诗我都没有背过 妈咪我一定会好好背的 沈一涵 我刚问你这三句 你在上一次的考试当中可都是打出来了 沈一涵 你可以有自己的小命 瞒着妈咪不让妈咪知道 但是你不能欺骗妈咪 是波罗帮我考试的 是秦家那个小少爷帮你作弊的 嗯 不能再让崽子接触秦家小少爷了 幻疑被秦王爷认出来 崽崽 以后你就不要温泉跑了 妈咪会让人把温泉水引过来 嗯 怎么办 以后不能见波罗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参加博家的拍卖会啊 燕西会开始来接我 对了 从今晚开始 不需要你坐我的司机了 那正好 以后先博的去参加拍卖会 我和沈老爷子商量一下 你和子萱的婚妻 谁让我嫁给秦子萱啊 做你的春秋大梦 大哥出事了 怎么了 子萱少爷和顾爷吵起来了 居然敢骗老子啊 不是说出去旅游了吗 原来在这儿陪别的男人 朱莉是最近子萱少爷看上的嫩模儿 正正打算追呢 就被顾爷带来了拍卖会 而且最近子萱少爷看上的女人 顾爷都要过来插一脚 好疼 住手啊 姓顾的 你这么爱抢老子看上的女人 那你对和我有婚约的沈云盈沈大小姐 感兴趣吗 我用她来换助理 沈云盈 你就当帮你未婚夫个忙 帮我陪陪顾爷 子萱 别这样 我姐姐她毕竟是孩子的母亲 这样做 影响不太好 秦子萱 真要认出谁 用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换助理 这太值了呀 哈哈哈哈 你学校长的女人换助理 你学校长的女人换助理 是吗 什么 不认为小晴少爷 你学校长的女人换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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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校长的女士 知道有什么事 秦也让我翻遍整个月城 也要找到这个 又黑又胖又丑的女人 我一看这个女人 我认识呀 依依 你看这个女人 像不像五年前 你刚被爸找回来的样子 三哥 依依 你老是告诉我 你和秦婉言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三哥 你打算怎么答复秦婉言 我怎么答复秦婉言 取决于你向我坦诚多少 依依你的性格 我要是向你坦诚 你不得找到火拼啊 看来欺负你的人 就是秦婉言 五年前他上妻得子 差不多和你 被爸找回来的时间 刚好对上 你说 我出生后不久 他就得子了 我还不确定 秦家有两个 年纪相仿的孩子 我还得再去查查 那那两个孩子 可能都是夏文青 给他生的 一涵是秦婉言的种 我说一涵怎么和秦婉言 长得这么像 但连你怀着秦家的孩子 怎么能弄到自己 在雪地里身上 不想想 疼死我了 我眼睛是不是要像 子轩 你没事吧 我是医生 我帮你看一下眼睛 我看一眼 我这有止疼药 你吃一颗就不疼了 没事吧 三叔 听说你用沈音音 去交换顾晨手里的女模特 你个顾晨 根本就不把我们秦家放在眼里 你看上的女人 成交 恭喜一号包厢的顾爷 拍得张大千的山水画 名画宋美人 真是疯呀 是啊 顾爷加加了二十几次 就是因为沈音音喜欢 听说一行在幼儿园 全科等了吗 这个 给他当作定 一行在学习上 有几分心思 这个整业 当然大家都 我当然都不知道 怎么说话呢 下次再给一行过招的时候 给我好好教训他 把这幅画 送给老宅去 就说是顾晨拍戏来 送给老爷子 早知道你这么喜欢 这幅画 我就应该从奶奶那里拿过来 直接送给你 这幅画 顾晨拍下来才有意义 那你还想要什么 我叫人 直接送到山庄去 这块原石 老太太收藏十来年了 一直没开过 这块原石 是奶奶从缅甸的 御师商人手里买来的 后来鉴定不值钱 奶奶怕丢了面子 所以就放在那了 接下来的藏品 是缅甸翡翠子料 皮革完整 起拍价五十万 六十万 一百万 狗男人这是知道 自己的宝贝侄子被人打了 赶来要帮亲子寻讨公道 二百万 五百万 一千万 一 奶奶买这块原石的时候 花了都不到二百万 冤大头就让他们去做吧 那咱不是原话的 一千万 两千万 好 两千万第一次 两千万第二次 两千万 零二百五十块 最近秦深两家雷鹰 在月城闹得是沸沸扬扬 是啊 小秦少的花边信文就没断过 二号金标是小秦少的 沈大小姐 再在故意恶情小秦上吗 好 恭喜沈小姐开的原金 感谢沈小姐花两千万零两百五十块 买下奶奶珍藏多年的石头 不知沈小姐能否满足我一个愿望 现场开始呢 南燕 别闹了 家小姐 这是要看沈家小姐笑话呢 沈小姐花两千万 买了一块普通的石头 真是亏大了 家世德拍卖行里 正好有经验丰富的唐师傅 可以帮助沈小姐开事 够了 好啊 那我就满足博小姐这个任务 好啊 那我就满足博小姐这个任务 就从这儿来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万一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 沈小姐岂不是很丢脸啊 继续开 好 既然沈小姐坚持 那这块石头 我国家就以半价让给你好了 帝王绿 这块石头居然开始我帝王绿 这样吧 我小姐 这下你的梦了吧 你呢也不用给我半价了 两千万零二百五十块 我会全部送给你 一波弹 恭喜姐姐开的帝王绿 您去子群少爷的包厢里休息一会儿呗 让开 姐姐 别让我说第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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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 音音啊 我听说你从我收藏的原石里开出了帝王绿 是啊 多谢伯奶的歌 音音啊 你还年轻 用不上翡翠 我呢 还有几条收藏级的钻石项链 你来附加 选一条帝王绿 伯奶奶 钻石钢石景气 音音 我知道 你和燕西两情相悦 只要你把原石还给我 奶奶会给你机会 不会 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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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是他的保镖 我送他回去是什么 你只是他保镖 我送他回去才问何事 那我就正式通知你 我是秦家家主 秦望远 你说什么 身为秦家家主 身为秦家家主 秦望远 秦望远 我向主委宣布 秦子萱和沈音音的婚礼 将在一个月以后进行 换起的衣服给你换这儿了 怎么 没看到薄燕西很失望啊 我 查得怎么样了 岳城的常住人口有五百多万 这样找人等于大海捞针 我等不了你久 秦也怎么会对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如此大费周章 她是我前妻 她都是你前妻了 你还找她干的吗 奶奶临终前嘱咐过我要照顾好她 她是个小傻子 你可是在外面怎么生活 秦也 我多嘴问一句 你奶奶让你照顾好的女人 怎么就成了你前妻了 你好起情太重了 好吧 五天 我给你消息 三天 你的赌誓开始技巧了 跟谁选的 书生 那我都要问 是哪本书生 写着我的同门名字 是那个小傻子叫你的 对吗 什么傻子 我不知道 那个教我儿子制作兔子玩偶 教你开实技巧的那个女人 她知道我在找她 你不肯告诉我她在哪里 是她交代的 秦也 你别太离谱 沈音音 你转告那个女人 过来接她回家了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是我大也孤单的 我会养她一辈子 西某爷 你对奶奶的承诺 可真连强了 奶奶刚走 你就把我赶出家门 冰天雪地 我独自产子的时候 始终没有得到 秦三爷 秦三爷 既然都已经是前妻了 你还找她干嘛呢 她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生活过得平均又幸福了 你这个高高在上的精诚霸主 好意思打扰她 喂 妄言 小宝受伤了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严重吗 秦桧圆 你光八蛋 你又把我都摔了 你想淹死我吗 你旁边有人 小宝怎么穿伤的 多怪我不好 忽然说她滑花板很厉害 小宝就非吵着要买 好了 小宝的事情我会吵 先不说了 小爷 你快把我拉出去 你继续跑 阿咪我疼 快去给小少爷拿吃藤药 明宫咖啡不是说不给小少爷吃吗 秦三爷都把电话挂了 小少爷哭给谁听 放言去了月城后 身边门人不断 我不能留在京城 所以带病了 我给你煮了红烫鸡蛋粥 我给你煮了红烫鸡蛋粥 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站住 把这粥吹两笼再做 你告诉我怎么吹 我让今朝拿个电风扇过来 用你自己嘴吹 你不用不耐烦 作为保姆 这就是你该做的事 我没让你亲自喂我已经好醋了 你休想我用嘴喂你 秦三爷 波罗是你跟你前妻的孩子吗 干嘛突然问这个 都要成为你侄媳妇了 总该对你们秦家的人际关系有所了解吧 你和子萱成回以后 他会跟你生活在月城 你不必去了解远在京城的秦家 自己去 秦三爷带来的孩子有痕症 难道 他真的是我的孩子 如果他真是大宝 我一定要把他偷走 我一定要把他偷走 他却没有见 他还在了 不知道他怎么了 Wha��이 他 digit 他不 strangers 你那件事咋了 Five Four Four Zero 你怎么不在这 不是我做的 爹地我不想 是我不想西华道道 我说两个风筋 就是我和我检查一下 你告诉我 你是紫的心理 我是这个山中的成全人 这里所有的别墅都有样式 你别忘了 你现在住的这栋别墅 也只是我暂时接力 还有 你女妻在这儿弄面吗 不如好好查证楼梯上 途入滑游到了谁到了 行吗 秦妍我没有看到 华丽上有什么途入滑游 你是觉得我秦家的佣人 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在楼梯上途入滑游 那你觉得 我到底有什么动机 非要把你儿子途入滑游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近硬是在打听我儿子的事情 三爷 我只是对帮我儿子作弊的高智商小孩 好奇吧 好啊 好啊 沈妮 你再到我儿子的中 我不懂 沈妮 我听说这音音马上就要结婚了 秦审两家的婚礼肯定很上等 奶奶老了不想去做热闹 你呢代表我们国家去出席吧 那个秦子萱她就是个人质啊 奶奶 你没看到 那天在拍卖会上 她居然拿音音去交换一个女模特 拿一个生了野种的女人 去换一个女模特 不是很滑的来吗 奶奶 别说了 人家秦家已经当众宣布结婚 燕西啊 你和音音有缘无分 就别想那么多了 啊 我会带个国家 去参加音音的婚礼 人找到了吗 没了 人还忙忙 那我去把你前妻 我听随随随说 我前妻和别的男人结婚争 那你还要继续把你前妻找出来吗 找 那找到她之后 你打算对她做什么 不会把她带不起 她都已经结婚了 我会让她离婚的 你他妈的 你这次伤不过的人 会看上我的野狗 好 我也很好奇 你的前妻 现在和脸条野狗在一起 夏小姐 小宝少爷都这样了 您还带着她从金城飞到月城 舟车劳顿真是辛苦了 小宝的伤一直不好 还哭着要找望颜 我就带她来了 夏小姐来得真不巧 望颜出去了 还没回来 要不您带着小宝少爷 到石中心的酒店住 这样跟方便舒适 小宝 你想在这里等三叔 还是我们回酒店呀 等三叔回来 好 那我就和小宝 一起在这里走望颜 寒仔 不好了 换女人带她的孩子 来山庄了 就是那个小宝 嗯 波罗 你等我 你还怎么办 换女人来了 波罗 你在这里尝好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走 来 怎么办 我去叫秦章 秦章来了肯定会问你 你是怎么对付她的 打不上来就会露仙的 那怎么办呢 喂 姐姐快来 还有点事我先走 你抓紧时间 我没那么多耐心 好 知道了 沈亿涵 是你把它绑成这样的 姐姐 快带她走 你询问一下她 她为什么要向菠萝下手 菠萝 别人就吃你一个菠萝 你把它绑成这样 走 菠萝是亲菠萝 她要伤害秦章的小少爷 也就是我的亲弟 我是哥哥 我才是哥哥 什么孩子 不回来 再不回来就要跟妄言发现了 妈咪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情犯人 摔摔腿吗 我们怎么还不去啊 噓噓噓 这个事情怎么在家说 好 我不说 马前小姐带着小宝少爷 已经在山庄等过我妄言 怎么没把他们安排到酒店 夏小姐说小宝少爷也想 下个飞机车直接过来 知道了 我现在就回去 这是我们下人盖头的事 就不劳定月晓 爹地 小宝睡伤了 需要静点 你怎么把他带这儿了 宝言 小宝太想了你了 我就没办法 算了 今天先出本 明天我要提交送你去酒店 宝言 我跟小宝就留在这里 我跟小宝就留在这里 我跟小宝 不必了 你去跟小宝吧 怎么办 婚礼人要出来做婚礼人的 儿子会欺负我 布罗 你今天就跟妈咪住在一起 婚礼人和他的儿子 我来对付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可是我弟弟 我是哥哥 布罗 今天没要吃了吗 紧张着 给我吃货了 我听说 小宝来了 我和小宝一起玩 不要 小宝害怕了 或者小宝受伤了 你可别冤枉我 我跟你说过 你先学我 我就教你 我还没教你 你就自己滑了 这是你自找的 布罗 你玩滑板的时候 有大人在身边看着吗 那就是你妈咪 试试了 布罗 如果你不为小宝说你会滑滑板 小宝也不会着急地学 小宝明明想 他不知道危险 小宝比我想 他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为什么你还嫌要 买滑板吗 嗯 嗯 嗯 好 乖乖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上午我考试做病了 你会不会不喜欢我了 乖乖 考试做病呢 是不对的 但是扔我们才暂时做能干 妈咪会更远喜欢你的 好的 我等媽咪我去生涯 怎麼來今天晚上 是不是想跟媽咪一起睡啊 波羅這孩子怎麼睡得這麼好風 王爺 查清楚了 小少爺撞到頭的那碗 樓梯上確實要被王爺 之後被人清理掉了 就是這個人 神神秘密地早上潤化妖 之後被車廂擦掉了 查清楚是誰指示的嗎 查清楚了 這個人上花樓突然多了五十萬 說是夏小爺指示的 夏小爺 是 是 是說你夏小姐 夏小爺 一定要讓小少爺摔到頭 連電話都打不通 該不會是捲錢跑路吧 媽咪你在說什麼呀 沒事小寶 你在這兒等媽咪 媽咪去找爹地啊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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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這麼趕著我 你為什麼要跟我談戴呢 我找到那個人 王爺 我不是故意的 王爺是鬼迷心窍 才找人綁架撥惹了 撬 你居然 找人綁架撥惹嗎 不是的王爺 小寶他還小 他就被撥惹害得受了傷 我就是 找人教訓了他一下 小寶你一害兒子 王爺 三爺 求求您原諒我 原諒我 我看在你給我二哥生了個孩子的味道 我都不動 馬上給我 你要才出現在秦家 我 媽咪 為什麼爹地不要我們呢 夏小姐 秦三爷和秦宗馆吩咐过 不让您踏进山庄 昨天走得匆忙 我和小宝的行李都没有带走 我给秦宗馆打个电话 您稍等 小宝好歹是秦家的少爷 他还受着伤 现在天寒地冻的 出了事你们担待得起吗 您快去快回 别让我为难 妈妈再吃饭了 小三 下来吃饭了 小少爷呢 今天一直都没看到小少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啊 崔崔收保从不离谁 就算再淘气也不会不接 大小姐 小少爷上午见了秦三爷的别墅 就一直没有出来 坏了 但秦宗馆发现崔崔是他儿子 不在才扣傻了 秦宗爷 把老师交出 你又发什么疯 你儿子不在我这 秦三爷 你儿子不在我这 你看清楚了 他自从进了就没有出去过 我麻烦你看清楚这是多什么 老板子你在哪 千万不要有事 他自从进了就没有出去过 可这是多少啊 你划下来 爹地妈咪叫好好宰 我宰子 他是你儿子 你就是亲爱的 妈咪是我 我什么 不是你妈咪 他是 这是爹地妈咪 我和好好宰的电话报告 你就是小傻子是不是 放开 这是什么孩子 爹地妈咪快去航空载他 被坏女人带走了 什么 你 请着 我把下午一群都没吃 都是因为你 放言才不要我和小宝 如果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放言就是小宝一个人的爹地 换女人 想得美 这里放言实力一个人都没有 你天生体寒 过不了多久就会冻死 你死了 大家也只会以为你是总幽了 你敢动我 我妈咪快让你睡不着死了 你妈咪五年前就死了 你还指望她来救你 你妈咪在死了呢 我妈咪每天都跟我们好好地在一起 你 你那个可恶的妈咪阴魂不散 死了还在缠着妄言 妈咪你来啦 你是人是鬼 处理 明明说你已经在五年前的车祸中断气了 感动我儿子啊 我都看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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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弄我 你弄我这下 人签子是我 原来是你找人做的 不是的光源 你听错了 不是我 我对你实在是太热了 请着 嗯 向小姐送到警察去 不知道你是不是 让警察去查 放言 我错了 我不该再走婚儿了 求你看在小宝的份上 求你原谅我 像我是二哥的一路线 这一个地方 不会不再向他找我 但干净你这么个大灯武器 才不会有将来 紧张 来走 放言 我错了 我知道我 放言 你要知道妈 你会来见我 你怎么样 都说什么 怎么办都说什么 我都喊呢 我 你怎么在这 我知道你被换女人带走了 我就和爹地妈咪来救你 爹地妈咪 妈咪也知道你是他儿子了 我 好像我肯定是一命发生的